蕭法師的山市長 蓮副市長 高發言人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首先我要在這裡特別感謝大家出席今天的記者會 昨天下午 菲律賓的國家調查局 已經正式的對外公布 廣大興28號不幸事件的調查報告 也展現了菲律賓方面要逞兇就辦的決心 非國總統Archino 三世 也授權了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 培瑞斯理事主席 以他個人代表的身份 今天上午到台灣 而且立刻南下到小琉球 向這個菲律賓 遭受菲律賓公務船槍擊事件 罹難者洪石成先生的家屬 還有台灣人民 表達非國總統 及菲律賓人民的深切遺憾及道歉 本人剛才也在部裡面 接見 培瑞斯理事主席 還有菲律賓駐華代表 白熙里 聽取 培瑞斯理事主席 就本案所吸來的 菲律賓政府的正式的回應函 主要的內容有以下的四點 第一點就是 培瑞斯理事主席獲得非國總統 艾奎諾三世授權 以他代表的身份到台灣來 對於遭受菲律賓公務船槍擊的罹難者 洪石成先生家屬 及台灣人民表達非國總統 及菲律賓人民的深切遺憾及道歉 Deep regret and apology 第二點是透過我們駐菲律賓的代表處 還有菲律賓的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司法合作安排 菲律賓的國家調查局 跟我們法務部屏東地檢署 調查此一不幸的事件 而且持續的協調合作 國調局在整個調查過程當中所收集的證據顯示 菲律賓的海巡署人員涉及違法的行為 所以建議對其提起殺人罪 及妨礙司法公正罪的刑事追訴 並予以適當的行政及懲戒處分 根據上述的建議 菲律賓國家檢查總署 也將依法進行必要的程序 菲律賓的司法部承諾 依據 菲律賓國家調查 總署的調查結果 會儘速的來起訴 為了保證類似不幸事件不再發生 我駐菲律賓代表處 還有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 在6月14號已經舉行 第一次漁業會談的預備會議 雙方面同意在執行漁業 相關法律或法規時 會避免使用武力及暴力 雙方也同意分享各自的海事執法程序 建立一個通報的機制 同時也建立船隻跟船員 被拘捕之後的迅速釋放的機制 來保障漁民的權益 第四點 馬尼拉經濟文化辦事處 與洪時辰先生的家屬 雙方的律師已經就賠償的部分 達成和解的協議 本案的發生成屬不幸 我國政府是5月9號 洪時辰先生遭非國海巡人員 槍擊升完後 即秉持立場堅定 態度理性 措施明確的原則 以合情合理 即合乎國際法的方式 於菲律賓方面不斷進行 嚴正的交涉 要求非國政府 要正式道歉 賠償損失 儘速地徹查事實 並嚴懲兇手 並且呢 要儘速地啟動台飛漁業會談 我們盡最大的努力 為洪時辰先生 伸張正義 要討回公道 具體的來說 我國政府針對本案最重要的目標 就是要替家屬討回公道 為漁民爭取權益 並且要維護我國的立場 及尊嚴 勿使本案最終能夠以和平的方式 能夠獲得妥善的處理 另外為了使國際社會了解本案發生的經過 跟事實 而且爭取國際輿論 對於我國立場的了解與支持 經過政府 還有我們許多的駐外管處 積極地向駐在國各界說明 也獲得了我們許多國家政界 學界及輿論界的聲援 到目前為止 已經有將近一千篇的 有我或者持平的報導 其實大概百分之九十五的報導 都是持平或者比較友好的 此外 馬總統行政院江院長及本人 也曾多次的呼籲 非國的政府 應該為此一不幸事件負責 但我們也不希望看到兩國人民 有任何的衝突 我們也希望我們國人 理性善待在台工作 或者旅居的飛機人士 最近我們行政院海巡署的尾星艦 在我國南方的海域 就救回了三名菲律賓的漁民 我們給予妥善的照顧 並且儘速地把他們送回菲律賓方面 也顯現了我國的人道救援精神 菲律賓政府 還有各界 其實對於我們這種人道援助的精神 都表示感謝 鑑於菲律賓方面 針對我們政府所提出的四項要求 已經以書面跟實際的行動 表達善意跟歉意 包括第一 有關道歉的部分 裴瑞斯理事主席已經獲得正式授權 表達非國總統及菲律賓人民 對罹難者家屬 及我國人民的深切遺憾 及道歉 並且在今天到小琉球公開 向罹難者的家屬 表示道歉 第二有關於賠償的部分 罹難者家屬 跟委託的律師 還有非方的律師 已經就賠償的部分達成協議 第三關於禁訴 徹查事實嚴懲凶手的部分 菲律賓的國家調查局 已經在昨天 在記者會正式公佈 本案的調查結果 建議以殺人罪 起訴涉案的八名 非國海巡署的人員 另外呢 也建議以妨礙司法公正罪 起訴四名海巡署人員 那非國司法部也承諾 會盡速的完成起訴 第四有關於啟動台飛漁業 協議談判的部分 我國與菲律賓在6月14號 已經舉行預備會議 也達成了若干具體的成果 雙方面也簽署了會議的紀錄 承諾未來會避免使用武力跟暴力 以防止類似不幸事件再度發生 我認為雙方面能夠不使用武力跟暴力 就可以把漁船的事件能夠降到最低 這也是在目前來說一個非常重要的進展 而且雙方面也透過換函 我們也通報了所有的執法的機關 也就是說菲律賓所有的執法機關 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多了解 已經有這樣的一個決議 雙方面不能夠再使用武力暴力 來處理這個執法的事情 海上執法的事情 雙方面也會繼續的來協商 漁業資源的養護 漁業作業的管理等漁業相關的議題 基於以上的這個進展 我們根據國安會議的決議 以及馬總統行政院江院長的指示 本人在此代表我國政府宣布 是即日起取消對菲律賓所採取的 11項制裁措施 同時剛才在會晤裴瑞茲理事主席的時候 我也向他當面提出四點 第一點我們希望菲律賓方面要儘速的完成起訴 並且嚴懲涉案的人員 第二點我們希望菲律賓方面要儘速的舉行 下一個階段的漁業會談 來加強漁業合作 同時來維護我國漁民的權益 第三點要持續的加強執行海上執法 不能使用武力及暴力的機制 來防止類似不幸事件的發生 第四我們希望菲律賓方面要採取具體的動作 能夠來儘速修補雙邊的合作關係 尤其是經貿方面的合作 並且推動洽簽經濟合作協定 此外為了維護我國漁民作業權益與安全 我國政府還是會持續的 在南方的專屬經濟海域 進行常態性的護漁 本人在此要特別的感謝洪時辰先生家屬 各位媒體朋友以及關心本案的全國民眾 不分黨派不分朝野這段時間以來 對於我們政府處理本案的支持 中華民國是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 也是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 我方樂見菲律賓方面能夠以和平的方式 解決廣大新28號事件 並且能夠採取具體的措施來修補 台非關係這些正面的回應 我們也願意在菲律賓跟台灣 傳統的友好基礎下 以具體的行動來強化兩國在經貿科技 及文化各個領域的友好合作關係 而且也希望能夠進一步 推展雙方面的實質合作及交流 謝謝大家